苦水变甜了 你能不能把那个苦水变甜了呢 能不能啊 加糖 但是那苦还是有的吗 能吗 你恐怖吗 你能够把苦水变甜 除非真的是你所说的要放甜 所以你是苦水趁着糖变成甜 尤其草不是变 什么是变就是它在你苦的 变甜了 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 祂要行神迹在我们身上 所以看到人有事都会去跑去那里 以前就是这样子 我家是安宫街 我如果是去安宫街 就找希望有神迹发生那家 神是我们人就知道 上帝会行神迹在我们身上 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祂会帮助我们 虽然我们面对的困难是苦的 但上帝要把它变成甜的 我们来打开圣经 出埃及记 第十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创出利益生 书是德萨萨 圣经将后 出埃及记 在哪里 全国 是后面 是前面 是中间 是哪里 前面 前面找到 大多数的人都找到出埃及记 因为他们还没有出埃及 他们只是堵到那边 后面是什么都知道 出埃及 出埃及记 第十五章二十二节 到二十六节 找到吗 找到说阿们 阿们 摩西 以色列人 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月儿 的旷野 在旷野 走了三天 找不找水 到了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因为那里的水苦 所以不能喝 所以以色列人 就怎么样 就说 哎呀就给那个名叫做 马拉 百姓就这样 向摩西霸变元 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 就怎么样 孤亲耶和华 耶和华 就指示他 前面有一棵树 然后摩西就把那个树 丢进那个苦水里面 就变成了 田来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定了 绿列 点章 在那里 试炼他们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 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说我一切的绿列 我就不将所加 与埃及人的疾病 将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 是医治你的 他们大人以灵 在那里有十二股泉水 七十棵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 安营了 所以从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 摩西 摩西 摩西是谁 我不知道 摩西是先知 我们安公金 是叫做 当吉 叫当吉 摩西 摩西 就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人 神跟摩西讲话 摩西就尊着上帝的话 去做上帝所吩咐的事情 摩西就是这样的人 那出埃及 就是讲到什么呢 当时 以色列人 他们是在埃及 那边 在那里 服侍 服侍埃及的人 但是埃及的人 就怎么样 看到以色列人 有上帝的祝福 哇 摩西人 就 哎呦 很惨啊 上帝要救我们啊 可怜 哇 然后上帝听见 上帝听见 所以神 听见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信起帮助 信起谁 信起摩西 神听见了 他说什么 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七到第八节 别人说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探见了 他们因受 度工的挟制 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 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 破离埃及人的手 令他们出了那地 到美好 广阔 流奶 与蜜之地 明白吗 因我水 因我是上帝 上帝听到 以色列人在那做苦工 很辛苦啊 被欺负 所以那神呢 就说摩西 起来 我要救这些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手 因为他们喜欢喜欢 就把以色列人杀掉 那些 稍微没有做 没有 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 他们就欺负他们 打他们 杀他们 随意的对待 这些以色列人 所以上帝就 听见他 探见他 所以他就做什么呢 救他们出来 到哪里 美好 大家说美好 美好 你还记得 钱 在前一次我讲到 我讲到 活得更美好 这是系列第三 我们怎样活得更美好 除非有上帝帮助 我们有时候以为 我们靠自己是可以 或许多时候 我们好像鼓励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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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不是 为了钱 为了家庭 为了公司 为了生存 为了孩子很多 所以好像鼓励自己走走走走走走 但是哎呀又遇到 遇到很多的困难 什么等下又生病 等下孩子生病 等下老婆吵 很乱啊很乱 上帝怎么样 看见人 听见 人看见人听见 许多时候怎么样 哎呦 不好意思 碰碰碰碰 我没有看见 没有听见 哦 这样我过过 哎呦有人还行 那里有碰碰碰碰 这样这样 没赢 没赢 OK OK 我看到很多华人 都有帮助嘛 马来人也是嘛 所以许多人 许多时候人啊 看见的 不理 但是我们的上帝不同 他看见 他听见 他就要进王主 所以今天啊 你的苦生 你的爱情 甚至没有听见的 可能你失眠 你忧郁 哎呀不能睡啊 哎呀没睡 知道听听到 看见 但是他要救你出来 救你出来 他兴起谁 大家说摩西 摩西 那在救院里面 耶稣很容易 他兴起摩西 带你以色列 但是在新月 耶稣怎么样 他从死里复活了 上天的 派圣灵 派他的灵 来到我们的里面 随时帮助 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靠一个人 来带领我们 有神亲自帮助 所以我们有什么需要 所以我闭上眼睛祷告 你不想 啊孙儿啊孙儿啊 会来外出的 会来外出的 然后我就跟你说 等我一下 不用等了 你不用等我来的 你闭上眼睛祷告上帝的 就没听到 所以以前啊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我的神在哪里 我的家拜 我还去这海的东西 百个东西 还不够啊 就我在那边电档 还好我的神是在中国 中国万里长城这样远 我离了我要去借钱 然后买飞机票去中国找神帮助我 我以为是这样子 原来信了主 原来神法爱你 随时听你的祷告 随时要带你 只是背上眼睛祷告 上帝就看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好 神要带我们到美好的地方 那你看 当时啊 埃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来的 他们有人马 有兵 他们有很好的武器 所以呢 他们当这个以色列人 要从埃及离开的时候 这个埃及王很生气 很不服 不可以 因为以色列人一向来 读视我们埃及的人 为什么我要放他们 就好像 你家里面跑 有五个印尼伯母 突然间神说 被压召了 所以你剩下一个人 哇 所以就很不服 当时埃及人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就不要放过这些以色列人 不要放他们走 所以上帝就怎么样 用十个灾难 领到这个埃及 一个一个教训他们 第一个灾难 他们还是不放人 第二个灾难 他们还是不要放人 第三个还是不要 一直到第十 被大灾难 OK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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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上帝就要给他们很多的机会 但是他们就是不要回赶 要等到中到第十个灾难 才愿意放人 所以当他们放人的时候怎么样 还是不甘心哦 以色列人已经跑了 已经走了 那埃及王还太兵太马 不可以再追回去 就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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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以色列人就跑跑跑跑跑 跑到前面一个大海 Oh No Oh No 以色列人当时呢 有孩子啦 有老人啦 有大夫婆啊 一大堆 他们是几万人 六十万人 只是男男男孩子 就有六十万人了 要跑 从埃及里面跑出来 往后面一大堆兵丁就追上去 要打他们 埃及人 以色列人就怕了 就买越瑞啊 摩西 为什么你们带我们出埃及 现在他们要杀我们了 他们很怕 但是上帝怎么样 帮助他们 上帝用火 用风遮住这些埃及人 使他们的兵不能去攻打以色列人 所以以色列人的领袖是为摩西 神说摩西 你拿起你的杖 向那个海宣告 海就必要奔抬了 所以色列人就过了奔抬了 奔抬了 所以呢 他们就得到拯救 你看 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知道 上帝用一个很伟大的救恩 救我们 免得我们死了我们的平坤下到地狱去 下到地狱去 所以他们 神已经用一个很伟大的救恩拯救我们了 但是我们还是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 遇到问题 你看 神救他们过红海 但是他们过了红海 到了哪里 大家说越尔 越尔的旷野 在旷野 他们走得怎样 三天找不到水了 咦 神用这么大的神迹救了我们 现在我们去到旷野 找不到水了 我们的神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了 是不是已经忘记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 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们信了耶稣 哇 耶稣医治了我的病 耶稣解决了我的问题 但是一过后 好像静静的 上帝有了听我的祷告呢 为什么还是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呢 还是走了三天 找不到水呢 原来圣经到时候我们说 上帝要试炼 要考验这些以色列 有没有替他的话 所以你看 以色列人 在旷野 走了三天 找不到水 不过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试验 你有没有 走了三天 找不到水 没有 你忘记关水就有 没有去抗住 所以上帝就是爱我们 然后他们遇到旷野 上帝找不到水 更惨的是什么我们的看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 叫马拉 大家叫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他们去到 他们去到马拉这个地方 看到有这个水泉 但是那个水不能喝 抬头 更气死了 我的神 用这样大的神机救我 但是为什么我遇到这样的困难呢 现在有水在前面 但是我却喝不到 抬头 抬头 但是我们从刚才的经文看到什么 神要救他们出来 去一个美好的 又广阔的地方 是不是 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把他们 从他们的痛苦 从爱情里面 救他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那以前呢是跟铁 更铁 更铁 神要带我们更 更赐福的地方 但是只不过是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考验 有考验 但是赐福是在那里 在前面 所以你生命怎么样回应呢 他们就 埋怨上帝 埋怨上帝 很不满上帝 他们怎样说呢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什么呢 比如前书一章季节 他讲到什么呢 圣经说我们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能 仍能换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 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和尊贵 你看 我们的神 不单只是 要救我们 他会给我们有考验 考验 那这个是考验 是考验你的信心 考验你的信心 圣经说什么 你的信心 如果被神考验了 就比那个金更加宝贵 所以我们 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要称赞 给我们荣耀的观 直到我们屋里 Amen 开始我们上帝 那 圣经 上帝考验我们 是希望我们 胜过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兄弟朋友好语 是要叫我跌倒的 是爱花水 也不是 上帝给我们考验 是要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考验的 他甚至帮助我们胜过的 但是魔鬼是怎么样的 魔鬼是这样的犯罪 试探你 害你 沉迷在堵破 沉迷在不好的地方 让你整个家庭破裂 魔鬼的试探来到时候叫你失败 而且呢 你的所犯的罪带来咒语 家庭出的问题 所以神要考验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刚强 神要我们像小孩子这样子 哎呀没有糖果吃都哭了 所以你看我们成人 不愿意为了一滴糖果来哭 因为我们有经历过了 哎我们以前也这样傻傻 没有糖果没有得顽固 但是我们长大了 我们信的主 尊敬说我们要认真去读上帝的话 要成长 愿越来越像神 这样子你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家庭 如果你的性格 你的品格 你的生命 没有改变 没有良善 没有圣洁 没有爱 就算这个老婆很好 都被你看到很衰 是不是 就算你有一笔大的钱 你很快就起了贪欲 把这个钱的去给你顶住到完了 所以生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基督很强调生命 很强调这个人 有没有爱他的父母 教训他的父母 有没有原谅他弟兄姐妹 有没有用爱心说成实话 有没有为弟兄姐妹祷告 所以很强调那个生命的 很强调那个生命的 所以神要考验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 所以有时候许多人有误会 哎呀我有钱奉献是有信心 不代表 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得罪了你 你真的是能够用耶稣的爱去原谅他 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 如果你的丈夫直接迷人都没有 你为他祷告 你没有确定 你闹离婚 哎呀你忍耐 这个就是信心嘛 这个是信心 所以你看到一个基督徒 如果认识上帝的话 他会很珍惜这个家 他会不断地劳恕他的身边的人 爱他身边的人 来 然后墨西呢就怎么样 墨西带他们真的是很累 因为他们一般人很喜欢埋怨 没有水喝就埋怨的 所以墨西就别大汗了 我们来看 那些百姓就像墨西什么呢 发愿意 他说我们喝什么 你看 有水都是喝不到 太多吃不到 上帝不爱我们了 上帝不爱我们了 埋怨 但是你要知道 墨西也是没有水喝吗 为什么是你埋怨的 墨西都没有埋怨神 都没有发迷气 所以墨西当时是非常的痛苦 很被情 要带领这些人 那为什么神 要使用墨西来带领 带领以色列人去埋怡 他是有一个原因 墨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 那时候墨西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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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岁了 墨西呢 本来可以 墨西是当小的时候 是埃及王叔看中的 可以说埃及王下来就是他的 但是他就是做了 墨西是做了一件措施 他看到埃及人欺负 他自己的民族 欺负来人 他看到埃及人打他的自己人 所以他偷偷去把埃及人打死了 打死了 所以他就逃命了 逃命 所以他小小的就招罗了 去到别的地方住 所以他有经历上帝了 虽然他讨了上帝还保守着他 他还认识上帝 所以当他经历了神的帮助后 他就被上帝来使用 所以经历非常的重要 经历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要轻看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考验和经历 你看我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真的是很棒的老师 是我很佩服的 他姓陈 陈阮青 他跟他的丈夫就是去宣教 去比较贫苦的地方 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穷到的地步 这个牧师自己也没有钱 很辛苦 不过他就是要完整上帝的命令 用爱情去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他去那个偏偏的地方 连钱都没有不够 所以有一天 他去巴萨 有一个很好的人 买了一大堆的鱼给他 说我很便宜的卖给你 那么他就很高兴 他就买了这个鱼回去放在 放在哪里 他在冰厨了啦 褐色 他在冰厨 他就很高兴 哇 上帝帮助我 他去外面侍奉 回来 我认为那很臭的胃 为什么呢 他就冰厨 他的家他里面突然间没有电口 他的鱼都臭到晚了 哇他就很傻 上帝啊 我叫他来侍奉你 我只是要鱼吃罢了 为什么你让我的鱼都臭掉了 你有没有听我的祷告 不过这个 这个牧师呢 他就坚持相信上帝 所以经过这个事情 事情过后 他的生命完全改变 上帝大大的赐福他 上帝 这个牧师真的是上帝很赐福他 刚才很多 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讨厌 他很多的需要上帝的帮助他 甚至上帝给他有钱去读 这个辅导学 拿到 拿到很 拿到很好的成绩 拿到文凭 所以呢 他成为一个辅导的牧师 所以上帝特别用他在辅导 所以凡是被他辅导的 九十多巴仙都心里出 甚至有一些呢 中cancel的 中cancel的 因为心里的到辅导 有上帝的话放在里面 cancel的辅导 还是我们赞议 所以经历非常的重要 我们基督徒不是相信一个空的东西 我们真的是很实际的经历上帝 神里刻不到 你怎样拿给人的看 你这些 你不能拿给人的看 不过你能够很实在的跟人家做见 为我经历这位耶稣 他医治我 他帮助我 所以经历非常的重要 你看耶稣其实他是神 他可以从天上 叮 下来 然后全部都可以握 神下来的 我们的拜打 但是他选择什么 借着玛利亚的肚子伸出来 他选择做人 经历人的每一个方面 经历人的饥饿 他甚至怎么样经历受鞭打 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来的是让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所以他真的是神来的 他的诞生很特别的 玛利亚他没有嫁过去的时候 神已经借着玛利亚的肚子 让玛利亚肚子怀孕了 所以耶稣的诞生 不是人女孩子跟男孩子交配 然后神也不是的 是玛利亚突然间 有耶稣在里面诞生出来 所以是很奇妙的 那你看 所以耶稣来到世上 他们是经历 他经历什么 被钉打 圣经说什么 耶稣的钉打带来 女子 所以只要我们宣告 耶稣你的边上带来遗志 我们就得到遗志 耶稣经历了什么 死 他的经历死带来什么 永生 带来救恩 带来我们的罪的咒诅 被斩断 所以经历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轻看经历 所以你要认真的对待 去胜过每一个经历 所以当我们缺乏的时候 你要说 神啊感谢你 我要经历你的公益 当我生病的时候 当我这样一遇到问题的时候 神啊我感谢你 我要经历你的改变 经历 你的帮助 再来我们来看 神必听你祷告 当然说神必听你祷告 你知道耶稣的耶 耶稣的耶怎么写吗 耳字盘 这里有耳 是不是有两个耳朵是不是 耶嘛 所以耶稣 耶稣的左边听你的祷告 右边又听你的祷告 阿们 所以神是听你的祷告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合在 高拉伯丹那样子 住在山巴 圆圆 然后你讲的话 他不明白那种 他听到你的祷告 他知道你的需要 可以 那摩西跟以色列人有一个不同 就是摩西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呼求 他祷告 那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 其实这是神要我们去求告他的 告诉他别人神要你求告他 神要你求告他 而不是埋怨他 而不是埋怨他 那神已经救了我们 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回应的 你有需要你不得要公啊 某个鬼家都是不是 我们要回应的 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会祝福我们 我们就不祷告 金金又要需要也不讲 所以我们要回应 而不是只是怪 哎呀环境 哎有很多人 他因为不能成功 他就怪了环境 哎呀我讨厌我 哎呀我没有本质啊 哎呀我对有人说我 老鬼我说我 不不许 很多人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来做借口啊 我告诉你 一个成功的人啊 就算他没有钱没有本钱啊 他会死都找出来啊 这是成功的人 你真的是要成功 就是没有钱 运到困难 你怎样挖这个痛苦临动物 找出来 这是成功的人啊 那今天我们没有成功 我们不要怪 是我们的业心不够大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环境 哦 我们不要怪环境 那有一个人哦 他被那老板派去非洲卖鞋 买鞋啊 那个人傻气 非洲的人一向都不穿鞋啊 你的老板踢笑 叫我去非洲卖鞋 他就去啦 找去老板叫吗 要去 去哦 那回来 老板都讲了嘛 我我我 老板看第二个去 第二个说 一定可以 因为呢 非洲的人 那边都没有穿鞋了 如果他穿鞋 获鞋了 滑掉 是不是 他去那边 他做什么呢 做什么 他免费送他们鞋 他们穿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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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怎么样 习惯了 坏了 就回来了 所以怎么样 变成有穿鞋了 所以变成那个马格是他了 是不是 所以东西是怎么样 一点之差 你相信可以 真的是可以了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的本能来的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想到成功的时候 我们要 这里转一下 转一下 不要只是看个环境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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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面的人 这就是我以前 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人要成功 就是要有什么 积极的思想 我一定可以了 我真的很不错 我真的很不错 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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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不错 我错到完了 我怎样讲 但是 当我遇到真的有困难的时候 我真的是错到完了 真的是胜过 就是 所以你看到人啊 怎样积极啊 positiv啊 人都是有限 会有 会有 会有消极的时候 甚至有一些人 积极到那地步 他胜过过那个问题 他就 忧郁了 或者是很严重的忧郁症 但是我们看到什么 摩西呼求耶路啊 他觉得我别了 我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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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说 我AYAYA 不是说 所以 我们圣族的人 也相信成功 好 我们跟外面所相信的成功 不一样 外面所相信的成功 就是你要有积极的思想 所以你成功 但是我们圣族的人 相信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上帝 能备给你的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耶路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爱求呢 你去 你吩咐以色列 你往前走 你只要举手 向海生战 把水分开 以色列 就走在干地了 你还娶我 知道吗 我已经给你BOWER了 你只要向这个喊 宣告 分开 事情不成就 今天不见他 有个姐妹在找我 我说 我叔叔在有 怪咖 姐妹多给我 这个姐妹每一次出来 给我祷告 怎么这样大力 晚上不能睡 痛啊 他姓的主 他的家 他的家还有Guanima 这Guanima是他请来的 现在他要信耶稣 要把Guanima拿走不能 因为他的老公 继续拜吧 所以他就做了一项事情 我奉一书的名 我宣告 我跟这Guanima 没有关系 我牵管 奉一书的名 我宣告 你跟Guanima 没有全病 在我的身 在我的脚 做我生病 病痛 我看管 然后 你去宣教 他高了 船 养我宣教 他醒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 他什么事情 教好了 教好了 派手给人上帝 有机会 你来不去 和我介绍很快 真的是 我说 我真的是奉耶稣的名 宣告我的问题 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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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到一只 就得到一只 宣告 所以有时候不是 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 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我的家庭改变 奉耶稣的名 我宣告 今天我要丰盛 我奉耶稣的名 宣告 我的病 宣告 上帝给你全病 宣告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必把他人全病吃掉的 所以我们宣告的时候 我们问题 得到改变了 好 上帝实在是听我们祷告 有时候我们 人很骄傲 我们觉得 哎呀遇到问题了 哎呀 我要给你改管 这是人的问题 那其实 有时候上帝 是给你这个问题 然后要带你去 另外一个地方 你听上帝的老 你听上帝的话 你祷告 求上帝给你智慧 可能这个事情 会带有更大的祝福 Amen 所以我们上帝听我们祷告 他不会 不理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说 克林波前书十章 十到一节 他正在警告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克林波前书是讲到 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埋怨上帝 所以摩西带领的那个以色列人死到晚 老死病死 死在旷野 没有进去那个美好的地方 因为他们埋怨上帝 所以谁会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也不要发运缘 像他们有发运缘的 就被灭灭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 警戒 并且写在经上 正式警戒 我们这末世的人 他正在警告我们 不要埋怨上帝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要祷告 求到上帝 上帝会怎么样 必须向你启示 大家说启示 启示 什么是启示 比如说这个杯 里面中的是什么 可能说水 什么水 不知道 但是上帝就是启示你 祂开起来 让你看到 不能去 只有你知道 只有你知道 上帝就是要启示我们 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明白的时候 觉得不能了 上帝就是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 所以你遇到困难 你可以怎么样 神他求你启示我 看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前面的道路 是怎么样 那么摩西怎么样 摩西呼求耶路华 耶路华去启示他 指示他说 前面有一棵树 你把它拿了 丢进那个水里面 就算是苦都会变成 钱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指示 当主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是谁 他说以利沙 以利沙 以利沙先找起来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 哇 然后这个以利沙 就对神人说 爱在主啊 怎么样行呢 神人说不要去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 比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搞到说 耶路华求你开这些少年人的言路 使他们能看见 而且以利沙一早上起来 看到那些兵要攻击他 他就祷告 然后神就说什么呢 你放心 我已经预备了 我已经预备了 我们的人比他们多 所以神就看他们的眼睛 他们就看到了 哇很多的活嘛 天使天君在那边 保护着以利沙 哇 所以他说什么呢 不要去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他们更多 所以他们就看见了 就没有 就没有害 以利沙 没有杀他 那么耶路华开他们的眼睛 他们就看见 看见山友佛 这佛马 为让以利沙 敌人向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又祷告耶路说 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 昏迷 耶路华就照以利沙的话说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神能够开你的眼睛 也能灌你的眼睛 那些要害你的人 上帝会保守你了 使他们都没有看见 不知道怎样害你 你当你越来越困难 上帝又可以做其乐的事情 这是开你的眼睛 让你看到 得到 看到然后得到帮助 我还讲在见证 有一个女生 她这里生的女 她是在十一万 十一万 十一万 十再远 十再远 她生的女 很多人跟她传统 她不相信 有一天她在路上走 她看到了吗 十字架的念 不知道是谁 她就拿起来说 耶稣如果你医治我 我就相信 她就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 要发生什么事情 流行去 流行去 不去 开始我们上去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女孩子 在东东德 把这个十字架拿起来 穿上去 她得到启示了 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这个神 启示我们 他爱我们 他医治我们的病 所以上帝已经 启示我们 十字架是没有东西的 十字架是没有真正的东西的 或是神 启示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他会有的死在十字架上 医治我们 帮助我们 拜承我们上帝 摩西得到的启示 他没有停在那里 他就有顺服神 把水 把这个树丢在水 水就变田了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第一 信心的洋化 他相信神能够帮助他 就带来信心的赏赐 信心的赏赐是什么 神起自他 让他知道 你将这个树丢进水里面 然后信心的赏赐 也需要信心的顺服 他要顺服神 所以让你看到了 神说你要向这里的问题宣告 你要去顺服 去做神迹 就怎么样 来发生信心 带来神迹 神用 要很简单 就可以用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只要用信心来回应神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神迹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 我在这个神学院 在基督徒读书的时候 有个姐妹 就是 她从小 帮我操脸 打脸 口刺 人家听她讲话 我要听几遍 哈哈 很辛苦的 但是这个姐妹她是基督徒 她说神我要做牧师 我要侍奉你 你抑制我 你帮助我 我起初她不敢 不过慢慢上 她越来越认识上帝了 她真的是祷告 上帝你是 你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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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们上帝 他曾经要成为了亲少女的牧师 成为亲少女的牧师 那个教会啊 40个人 亲少女只是40个人 但神啊 呼召她成为 那个亲少女的牧师 变成200人 所以看上帝 依旨他 又让他所做的 复兴起来 所以神是怎么样 听我们的祷告的 他愿意指示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来看 摩西护求烟花 烟花就怎么样 指示他前面有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谁就变停了 这是讲到什么 人的需要 当我遇到需要的时候 遇到前面的苦难的时候 只要我护求神就怎样 指示我们 我们照着去做 现在 烟花怎么样 在那里为他们定了绿列典章 在那里适应他们 那神的话 也是一种启示 不只是讲到那样 我遇到困难神 请你启示我帮助 不是 神的话 现在圣经里是一个启示 你要遵行神的话 神就帮助你 然后神就吩咐说我们 你若留意听烟花 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 看为真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说我一切的律列 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 将在你身上 因为我烟花是医治你的 神要我们听他的话 不要犯罪 神就是这么爱我们 所以他可以启示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不要只是当说 哎呀上帝祝福我是一种启示 神的话也是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很严谨的 我们要遵行神的话 那你看他们 他们看到那个苦水的时候 他们就满意了上帝 但是其次啊他们到了以龄 在那里有十二股水圈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 这水边满营了 我们来看哈 这个这个马拉跟以龄到底有多远 你看看看看是这样的 第五个马拉直直走下来是什么 以龄套尽了 前面十二个大的圈员等着我们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坚持下去 到这个马拉那里看到的血 那个血血是苦的 就满意了上帝不好 其实只要人脉走下去 前面就是丰盛 阿们 阿们 太说了上帝好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 安地斯山脉 是南美洲的一种一个山脉 在那里发生一个空难 空难 那个兵呢 他们他们的军人呢 在那个 在驾飞行的时候发生空难 他们就掉进那个 刷吧里面 所以他们就怎么样 哎呀 没有东西吃 他们决定 他们觉得他们死定了 所以就怎么样吃人肉 他朋友死了不吃他 但是他们 为什么想不到 各一座山 就是人进天堂 什么都有 但是这些发生空难的人 他以为说我死定了 他们就把自己关在 飞机里面 在那个环境饿死了 所以人没有坚持下去的时候 往往就是这样子 容易放弃的时候 就看不到 无缘的上帝 在前面为我们 已经预备了 为什么我要为这些 小小的麻辣苦水 来买遍上帝呢 所以神愿意帮助我们 祂愿意信起帮助 祂也进你祷告 当你不知道怎么样走的时候 祂也向你启示说 祂是你的神 祂一定为你预备的 祂原本的心意 就是要把你呢 带你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告诉你旁边的人 今年你会更美好 今年你会更美好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 祂也说 warrior 参ねぇ